近日有媒体曝光街东县副县长 县为街阳市街东区副区长的焦忠友 从办事员做到副县长 仅用了四五年的时间 而他的父亲是街东县原副县长江俊区 质疑江忠勇提拔过程中有猫腻 记者查阅街东区政府网站 并没有找到江忠勇的简历 点击该网站领导信息一栏 一份2012年10月发出的 关于县政府领导成员分工的通知显示 江忠勇任副县长 分管交通公路食品药品监督 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工作 江忠勇出生于1984年 2011年出任街东县副县长时27岁 对于王杰反映 街东县原副县长江郡区与江忠勇是父子关系 江洋市宣传部有关负责人给予了确认 哦就是说他们两个就是父父子关系是吧 就是他们两个 他们两个是父子啊对 但是这个不是说接其他父亲位置 他也有通过那个职业去什么检查 江忠勇于2011年11月在街东县人大五届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副县长 同月政协街东县五届一次会议选举江郡区为副主席 而根据公开资料 任副县长之前 江忠勇曾在街东县临盘镇 任镇委副书记镇长 目前街洋市委已责称街洋市委组织部 对报道内容进行核查 核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核查工作正在进行中